也是一样的论坛 里面的话我们每次上课都有记录 所以我们今天是第四次上课 所以上个礼会的东西 大概重点回顾一下 主要还是在回圈 那回圈有分成两个 这两个基本上就 4回圈跟那个什么的 5回圈 基本上其实用法跟那个什么 VBA差不多 概念也是一样的 只是说语法不尽相同 那当然如果你要跳离整个回圈 你可以用break 比如说 所以一般有些写法 就是我画有什么 画有后面就是一个逻辑 逻辑的话我可以直接就画有true true的话就是一直不断 反正就无穷回圈 或者画有e 画有e也是true 那你写打一个true 跟打1 e比较简单 画有e冒号最简单 那底下就是让它不断回圈 但是回圈它一定要有跳离的地方 所以你要怎么跳离 当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 你就把它做一个break 所以呢 画有里面会有一幅的逻辑判断 就当某一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就把它break掉 所以后面的话呢 当然有类似的范例 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画有e冒号 这种叙述其实还蛮常用的 其实最简洁啦 当然我习惯的方式就是程式越简洁越好 不要拉哩拉哩写一大堆 画有e冒号就好了 这样就是一个起无穷回圈 另外的话当然 我们在那个还有continue 不过continue说真的 我真的还用的非常少 这continue就是跳过的意思 跳过就不执行下面 所以之前我们有一题是什么 如果是偶数 跟这样 奇数才加 偶数不加的话 那我用一个person person就是求于数 比如说哪一个数字 如果person2等于0的话 意思就是整除 整除的话 就是说它是偶数的话 那就continue continue就跳过 它就不累加 所以理论上 当然continue用的比较少 因为你这地方呢 你可以透过什么呢 透过那个step 后面我们有一个range 后面 第一个是起始值 第二个是结束值的后面那个 结束值到哪里 逗点后面的话就是那个 我们step 其他的话还有像除错功能 不过你会发现除错功能呢 当然在eclips我是觉得已经还不错用了 因为比起其他开发那个python的那个环境来说 eclips已经算不 但是其实还是不太好用啊 不知道回去各位有没有试试看 一定要射中断点 射完中断点按下那个臭虫 它会停在那个中断点的地方 主要的目的是要去观察 里面 城市里面的变数 变数里面放什么值进去 因为有时候你跑太快 回圈 跑完了 到底里面到底怎么变化 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回圈那个地方射中断点 让它逐行逐行去看 那你就是逐行逐行去看 它里面变数里面的变化 如果说呢不符合你原来设想的那个逻辑 那你会做修改 不过我想这个除搜功能 好像网路上我看到蛮少的 教的人 包含部落格或影片很少 然后 这个都是自己平常的经验分享 这个当然回去一定要多多再复习 因为这些功能 尤其是你城市越复杂 或者是说你城市有bug的时候 哇那这就非常的好用 因为像我们现在城市还算是简单 你还没有办法说 还不知道 还不太需要说很复杂的这种除措 那其他还有一下用for回圈输出那个三角形 我们做蛮多变化 那最后的话呢就输出那个99层发表 99层发表当然有for回圈的版本 也有坏回圈的版本 OK 所以呢 后面的话呢当然 今天呢也许请各位 接下来呢再来看 后面当然我想 坏回圈里面也可以输出什么 输出那个三角形 那不过我想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自行再练习 那其实我这边有 特别提到有关for回圈 跟file回圈 它两者之间 怎么去做 做互相的修改 有没有 像99层发表还记得吧 其实我主要是改三个地方 因为file回圈呢 它的刮骨 它那个file回圈 跟坏回圈只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还记得吧 三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上个礼拜 就针对那三个地方改 改完之后呢 file回圈马上呢 就变成坏回圈 应该有印象吧 哪三个地方呢 其实哦 有没有印象 坏回圈99层发表 第一个是初始词 所以我上个礼拜 应该还有印象吧 99层发表本来是for回圈嘛 那我要怎么样 把那个99层发表的for回圈 把它马上呢 改成用坏回圈表示 改完之后呢 马上可以用 基本上1 还记得吧 就是什么 初始词 所以初始词的话就i i的初始词给它 那我们i等于1 第一个改 第二个的话条件 把这个for回圈改成坏 ok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就不是一个range哦 所以你后面的话呢 就是改什么 改一个条件 当什么条件呢 它会进入回圈 i怎么样呢 小于10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什么 步进 步进的话就是说 当这个回圈呢 跑完 记得哦 也是在它里面 做完什么事情之后 把这个i的值 一定要怎么样 加等于1 其实i等于i加1 这样子的话 这三个地方 所以以后如果说啦 你不喜欢用for回圈 你喜欢用坏回圈 你就这样改 不过你相对啦 如果用for回圈来写 就不用加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 所以相对的啦 如果for回圈可以写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写坏回圈 为什么要多了两个东西啊 再来一样 这个for回圈 不过你会看到有for回圈 里面有for回圈 这样run会不会OK呢 试一下 你会看到这个 我如果改一半的话 你会发现 一模一样也可以啊 不过说真的啊 没有人这么无聊 外面坏回圈 里面有for回圈 天哪 这怎么自己 不过有人就是喜欢这种完成式 反正我写出来 我就是表示我很高干 你要我怎么改 我马上可以改出来 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 它的关键的地方 所以 如果里面的for回圈 也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坏的话 其实原理原则都一样哦 有没有 第一个 请你在那个回圈的上面 最初始值 二的话呢 就是条件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样 把这边改成 当然你最简单的方法 拿这个来call OK 就是给它一个条件 这一 当它小于什么呢 小于十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在 这一个回圈的 特别说是里面这个回圈 不要放错位置 最加等于 一 这个地方 好 这样执行的话 应该理论上就OK的 儲存 执行 结果也会一模一样 OK 所以 这边提到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把 for回圈 改成画回圈的逻辑 大概是这样的 其他我想 你那个什么呢 之前我们做过那个 像星号好了 这个地方 你要把它直接执行 改成那个什么 画回圈其实也OK 那 所以今天的话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再来的话呢 一样 我们就是 接着来看 利用那个 回圈呢 做一些简单的练习题 那请各位想想看 比如说呢 我们常见的 这也是蛮经典的题目啦 就是判断那个 直数的部分 也许待会呢 各位新增一个什么 新增一个新的 新的 新的 module OK 那这个module名称呢 也许你就是叫什么 prong或者叫 判断直数好了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 希望看到就是说 诶 输入一个值 告诉我 他是否为直数哦 那当然呢 这个程式哦 其实程式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你可以自己想想看 所以这边的话 直数判断好了 假设我今天 类似这一这样一题 然后呢 我今天输 假设执行他 请输入一个整数 我会输入一个53 诶53是不是直数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enter 好啊 他会出现哦 这个数值是一个直数 好 反之 比如说我今天在判断 比如说我今天判断 52 enter 他不是一个直数 那当然直数的定义 应该各位都知道 我这应该就是 小学的题目嘛 除了1 和本身之外 能不能被其他数整出 诶 所以这边有一些线索嘛 那你就需要怎么样 4回圈嘛 有没有 应该这个用4回圈就够 因为他知道 一定从 1不用 从2开始 然后你让他整除看 能不能整除 如果能够整除就直接 break跳开了 为什么 因为就不需要往下 因为能整除就表示他 不是一个直 能够整除 要怎么样能够确定他能够整除 能够整除就是没有余数 余数为0 余数为0 好像之前我们有写过嘛 对 所以呢 这部分请各位 试试看 当然没有标准答案哦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写 那我希望怎么 请输入一个直数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